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今天推出了四葉草運動 喊話要推動祖孫之間的世代溝通 但前一天 透過臉書發文喊話政黨理說對話 卻被抓包 把八二三紀念日的日期寫錯了 民國四十七年卻顯成了一九四七年 柯文哲上午受訪是坦承說 沒有檢查出來 但針對民進黨前一天 對他提出的三問 則是再度開轟回牆 世代溝通藤孫的話 卻看出柯文哲選戰布局 先將手上的信念 可必發動四葉草客廳社會運動 這回要透過對話 也讓這一票爺爺奶奶聽孫子的話 喊話長者重回局場 要解決台灣高齡化危機 但這波對話倡議 更包含前一天柯文哲到念八二三 炮戰紀念文喊話政黨領袖對話 但卻被抓包 紀念日日期應該是民國四十七年 卻寫成一九四七 事後儘管緊急修改 依舊留下紀錄 其實民國四十七年 我自己都沒有 我這樣讀過去我也沒有發現到 我自己沒有檢查到 這我自己要負責 只是主動拋出政黨對話 民進黨這頭卻顯然不買帳 前一天透過發言人提出三大問題 對決民眾黨魁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否互不地屬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的領土還包括大陸地區 我相信賴清德也不敢反駁 來政變這一條是沒有意義的 公開對決 兩岸統獨敏感議題 還有是否重啟服貌 與對岸禁止 台灣芒果輸入 都成為戰火焦點 政黨對談還沒看到影子 但白綠之間隔空互嗆 卻似乎已經確定 談都不用談 這次我叫王偉辰 看不到